点击右上角关注,了解更多明星资讯 9%的9位少年从初到至今都一直备受瞩目 粉丝们也是一直伴随着他们,看着他们从练习生到偶像的转变 这一过程当中,粉丝们也在和他们一起成长 如今他们也有了自己的代表作,发布了组合的首张专辑 这个9人的组合无论是从颜值还是能力都是值得瞩目的 那几个人之间的默契程度是什么样的呢? 12月8日,有网友分享出Nana Present成员们的精彩花絮 尤其是对长菜徐坤的后台宠弟花絮 对着成员们说出做哥哥的就是要依着盲内这样的话 实在是让人忍俊不尽 但又不得不感慨,一个哥哥带着八个弟弟 这就是NPC的团会啊 视频里,Nana Present的几个人在后台也是十足的活跃 当被要求要做出乌龟俄的姿势时,9位少年也是纷纷配合 刚开始小鬼做出一个乌龟俄的结尾姿势 被其他队员都否定了,说不行,需要再换一个姿势 9个人整齐划一地做出了乌龟俄的姿势 做完之后,小鬼仍然坚持自己的姿势 说自己的动作更经典,范城城也是十分的配合 表示再做一次,他们两个人做自己的动作 然后大家有集体做了小鬼和范城城建议的姿势 结果就只有林彦俊一个人还是按照原来的姿势做的 作为队长的蔡徐坤看到这一现象 表示以后对内弟弟说的话都要跟,要依着他们 做哥哥的一定要依着他们 然后蔡徐坤要求再来一次,再做一次乌龟俄的姿势 这一次都是妥妥地按照小鬼和范城城的建议来的 不得不说,蔡徐坤真的是实力宠地啊 看到这里,粉丝们也忍不住感慨 这就是9%的团魂,一个哥哥带着八个弟弟 9%的九位少年从练习生开始 就结下了身后的优异 少年们的年龄都是相仿的 9%组合当中 作为年龄较小的小鬼 Justin和范城城 他们总是会得到来自哥哥们的喜爱和支持 平日里他们都是住宿舍的 9个人无论是练习还是生活都是在一起的 虽然从出道之后有很少的合体机会 但是这一次他们专辑的精心制作和MV的筹备 也满足了粉丝们的期待 他们的默契也很好地彰显出来 不得不说,9位少年的团魂绝对是让人佩服的 得益于队长的领导 也是他们对于组合的热爱 看到少年们一起统一帅气的黑色西装 队长蔡徐坤站在中间 9个人真的很养眼 看到粉丝们为他们设置的乌龟和姿势 真的是很有意思了 想不想看到小哥哥们更多的合体 那就关注他们的首张专辑MV吧 不过看到蔡徐坤如此宠爱弟弟们 只要是弟弟说的 就一定要依着他们 谁让他们是弟弟呢 有没有觉得世界欠你一个这样的哥哥呢 这样的大哥相信他们也是非常的喜欢吧 你觉得像蔡徐坤这样实力宠地的哥哥怎么样呢 这样的哥哥 你觉得像蛇 托坤 你这边有什么样子 那么你绝对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